看着眼前,这个发型凌乱,滑稽感十足的男人 相信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喜剧业员 又或者是村口的理发师Tony 有谁能想到此人竟是英国的最高领导人 英国女王也得给他三分不灭 不过,他可和庄严霸气的传统领导人不同 他是出了名的网红首相 曾多次在重大会议上蓬头勾面,打瞌睡 气得英国人民想给他山岚耳光 大家同心为民 跟小朋友玩游戏竟然还有很强的胜负欲 不惜把十几个日本小孩撞倒在地 他风流浪情,是出了名的花心大萝卜 情势比董王还离谱 私生子多得可以组成足球队 如此搞笑的男人是如何登上英国的全力巅峰的 为什么他做了这么多滑稽的事,却没有被人民赶下台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长不大的首相 献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鲍里斯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富裕家庭,是标准的富奥带 不过这个富奥带的童年并不幸福 八岁前的鲍里斯一直患有听力障碍 加上长相造熟,因此经常会被其他小孩欺负 也导致了小时候鲍里斯性情孤僻,暴躁,喜欢报复别人 比如将牛粪放进同学的书包,在同学的椅子上放钉子等 为了改变这个性格,父亲把鲍里斯送去了英国最严格的贵族学校 一顿工学,然而这里的环境并没有让鲍里斯变得庄重严肃 反而让他成为同学中最闹腾的艺人 有一回,鲍里斯在没被台词的前提下参加了一场戏剧公演 正当社友们准备看待笑话时 鲍里斯居然从最后拿出了一个道具枕头 荧幕张胆地面着台词 台下的观众都被这波操作惊呆了 顿时哄堂大笑,鲍里斯也一战成名 成为全校最特别的孩子 做什么事都格外引人注目 1983年,鲍里斯以优异的成绩 考虑了牛津大学的普遍文学专业 在此期间,他当选学生会会上 还将过精英人士们参加的布林顿俱乐部 他领悟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说话方式 他喜欢剑肘偏锋,不按套路出牌 但这种口无遮拦的表达却非常吸引人 收获了不少小粉丝 这也是为他日过从政买下了普遍 在完成学业声扬后 鲍里斯回到了布鲁塞尔当新闻记者 尽管文学功底了得 但鲍里斯的新闻之路并不平坦 先是因虚侠引用泰晤士报被解雇 后又卷入了一场关于他好友诈骗的众物纠纷中 正当鲍里斯以为自己的人生注定陆入无为时 一篇报道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有一次鲍里斯担任驻欧共同体记者 撰文痛骂欧盟 批判欧委会的官僚主义 他原本只是破罐子破摔 没想到效果就出奇的好 鲍里斯的文章不仅获得了很多流量 他也享受到了成名的快感 得到了很多人民的肯定 从此以后鲍里斯找到了下半身 非黄金蛋的寄托 骂欧盟就对了 在长时间的记者生涯中 鲍里斯受到了很多褒贬不一的评想 有人刺证他为了炒作不要底线 但有人觉得他眼光独特目光长远 但无论评价到底怎么样 鲍里斯成了赢家 抵持鲍里斯的老同学卡梅伦成为了英国首相 他见证了鲍里斯身上的才能 就向老同学抛来橄榄枝 邀请他当伦敦市场 而鲍里斯也没有了卡梅伦失望 在此期间他做出了很多努力 比如上的自行车出行修建西斯罗机场跑道 以及跑遍世界为伦敦做宣传等等 受到了很多市民的欢迎 并且他还在2012年成功连任了伦敦市长 在拥有了一定的权利和地位后 鲍里斯深深迷恋上了政治的魅力 因此他的野心也不再是贤鱼市长 而是在更高的位置 2019年鲍里斯高调竞选首相 尽管刚开始没有人看好他 他却以黑马的姿态杀进了决赛圈 并且还在这里诞生了一个经典名场面 在最后的竞选影响中 鲍里斯突然拿出了一条马恩岛的特产 区域 他高举的闲语 对台下的医院们说道 这句话CINE的前场 并且不认为一条红强大象 但很多人却觉得有道理 欣赏鲍里斯的新颖想法 因此鲍里斯凭一己之力 密系成为了英国首相 也是英国上最搞笑和滑稽的首相 按理来说 任何人无论之前的主治风格如何 成为国家院长后 都应该有所生命 可万万没有想到 鲍里斯不仅没有生命 反而在网红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制造了一连串让人体向皆非的城市 在某次开会前 鲍里斯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 鬼使神差的爬到了汽车下面 谁俩被汽车后备箱卡住 被迫抓来救援人员 为了庆祝 英国在奥运会上夺得金牌 鲍里斯亲自上滑锁表演特技 结果因为出现机械铺 被卡在了滑锁上足足5分钟 在寻所上 他又是挥如国系 又是大声呼救 让人琢磨不透 他真的是需要帮助 还是走行事 当然了 鲍里斯在国内是搞笑担当 在初始外国进行访谈时 他的搞笑基因依旧活跃不止 在访问爱沙尼亚期间 鲍里斯乘坐坦克前行 故意踪出一副 所向披靡的样子 像是变角的模仿军官的姿态 让人认君不惊 先后又在正式访问东京时 首邀和日本的孩子们一起玩钢杆球 本以为他作为成年人 又是一国领袖 应该会展现风度 可鲍里斯居然丝毫不留情面 并且还尽全力把孩子们撞到 然后又假惺惺 对倒在地上的孩子问道 感觉怎么样 在长时间的搞笑风格中 鲍里斯也把这种思想 融入到了治国理念当中 把国家大事也当成儿戏 接着疫情在欧洲肆虐 英国人民都恍恍不安 期待着首相能带预他们克服困难 可哪怕到了这种时刻 鲍里斯依旧在作死的路上 一路狂跑 鲍里斯声称 解除隔离就可以让人民 进入群体免疫阶段 这一口号震惊了全世界 大家怎么也想不通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以毒攻毒 不过事实证明 鲍里斯的方法是不受推崇的 疫情下的英国 可以用惨不忍毒来形容 甚至鲍里斯自己也中招了 成为在世界范围内 首例感染了病毒的首相 在鲍里斯不负责论 宛如俄系般的执重之后 英国人民对他失望至极 恨不得让他赶紧下台 不过鲍里斯之所以这么不受欢迎 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行为主事 他会玩的感情生活 也一直成人们的诟病 鲍里斯一生拥有女人数不胜数 光是私生职 就差点可以组成一个足球队 他从一顿工学毕业后 就认识了自己的第一个妻子 爱丽格拉莫斯丁 让人与牛津大学结婚 当时都只有23岁 本以为这是在童话班的爱情故事 没想到不到6年的时间 鲍里斯就被抱与儿时好友 王室法律顾问玛丽娜会乐游览 1990年2月 鲍里斯与第一任妻子分手 离婚12天后 他又与玛丽娜会乐结婚 一个多月以后 他们的孩子更出生了 玛丽娜是陪伴鲍里斯最久的一位妻子 25年来 玛丽娜总为鲍里斯生下了4个子女 可即使这样 也没有牢牢的留住鲍里斯的心 在鲍里斯成为英国首相的前不久 两人又离婚了 原来两人结婚7年后 鲍里斯又被抱出与记者彼得罗尼娜 有染 英国爆出彼得罗尼娜为了鲍里斯怀孕再流产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那必不可能 鲍里斯在与第二任妻子离婚后 又很快的结交了小女友凯丽西蒙兹 两个人相差24岁 此前一直是同事关系 可没想到鲍里斯竟然能和她摩擦出爱情的火花 学校才正式离婚 后校已经和凯丽同居了 此后两人对彼此的关系不再逼鬼 等到鲍里斯正是当场首相的那天 凯丽还在长宁街 使我们默默的陪伴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凯丽是个很爱慕虚荣的女人 既然还没有和鲍里斯订婚前 就已经以英国首相夫人自知了 把鲍里斯的名声毁得一塌途地 不过鲍里斯哪里会再度这些呢 但愣走的就是网红路线 只要让人民欢乐就足够了 宋街鲍里斯的权利人生 她有一定的过人之处 比如说智慧 情商和长远的目光 幽默也是她的一大优点 但幽默并不能适合所有场合 如果一味的在政治场合上扮演 夺别临时的喜剧 那她岂有可能会付出产冲的代价 对于鲍里斯的功过是非 我们无权平叛 她未来会把日不落帝国 带往何处 让我们拭目以待了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待 鲍里斯的这种种行为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看法 每天来这里了解一位大佬的人生 一段时间后 我们就会是朋友中最国权的那位 视频制作不易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 点赞转发收场三流